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尽管以3比2战胜白袜队 但高消费的圣地亚哥教士队被淘汰出局 新总理 不那么新的总理 老摇滚歌手 澳大利亚足球联盟总决赛午宴内部 蓝色轰炸机队发起反击 以31比21击败访问的阿尔哥诺特队 极化使华盛顿陷入停摆 国民队打出本赛季最高的五个拳雷打 以10比6击败勇士队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尽管以3比2战胜白袜队 但高消费的圣地亚哥教士队被淘汰出局 多伦多星报 尽管圣地亚哥教士队以3比2战胜之家哥白袜队 但他们仍然无缘季后赛 教士队在过去的14场比赛中赢得了12场 但无法克服整个赛季大部分时间表现低迷的问题 尽管拥有大联盟第三高的薪资总额 教士队最终以80胜80负的战绩结束了赛季 纽约大都会队和阳基队 也是大手笔投资者 同样未能进入季后赛 白袜队需要赢两场比赛 才能避免他们第5个100败赛季 新总理 不那么新的总理 老摇滚歌手 澳大利亚足球联盟总决赛午宴内部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委员会 在大决赛前的午餐上 出席了包括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和亚兴塔 艾伦在内的几位知名人士 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主席理查德 高德尔将重点放在足球上 而不是讨论澳洲航空公司 还向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首席执行官 吉尔·麦克拉克兰告别 出席者包括凯瑞 斯托克斯 保罗 巴萨特 克雷格 泰利和检 赫德利卡 宾客们享受了由厨师科蒂斯 斯通烹制的香槟和炸虾 吉米 巴恩斯提供了赛前娱乐节目 蓝色轰炸机队发起反击 以31比21击败访问的阿尔格诺特队 多伦多星报 温尼泊蓝色轰炸机 在周五的加拿大胆蓝球联盟比赛中 逆袭击败多伦多阿尔格诺词队 比分为31-21 替补四分为达科塔 普鲁科普在第四节攻入了领先的关键一分 而轰炸机的踢球手塞尔吉奥 卡斯蒂略踢进了六个射门 确保了胜利 这场胜利使轰炸机队在加拿大橄榄球联盟西部分区中排名第一 即化使华盛顿陷入停摆 华尔街日报 一小群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蔑视他们的党派领导人 推动政府关门 这些成员使用煽动性言辞和破坏性策略来吸引媒体关注 和来自党派选民的竞选捐款 使他们有能力反对自己的党派领导人和同事 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许多人的英雄 但也成为政治极化的象征 这些叛逆者还帮助确保 政府将在周日凌晨12点01分关闭 因为其中一些人联合起来 击败了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锡继续让政府开放30天的努力 文章强调 这些叛逆者阻止了数百名众议院共和党同僚支持的预算立法 并且没有任何倾向做出基本的两党妥协 对于共和党领导人来说 问题在于他们对竞选资金和委员会分配的控制力 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迫使异议者遵循党派路线 使得迷失方向的成员能够掌控众议院 似乎特朗普正在鼓励这场叛乱 而最近的选举趋势显示 立法者应确保与党派核心选民建立牢固联系而受到奖励 文章总结说 这些叛逆者可能正在为更高的职位铺平道路 而好斗和挑战制度的声誉 可能在以党派为基础的共和党初选中有所帮助 国民队打出本赛季最高的五个拳雷打 以10比6击败勇士队 多伦多星报 华盛顿国民队在周五晚上 以10比6击败了亚特兰大勇士队 国民队在比赛中打出了五个本雷打 创下了本赛季的最高纪录 勇士队为了备战季后赛 而让一些常规球员休息 乔丹 威姆斯为国民队赢得了胜利 凯尔 芬尼根结束了比赛 罗纳德 阿库尼亚 朱尔 回合了勇士队的72次倒垒记录 然后被换下场 马特 奥尔森也提前被换下场 布拉德 汉德为勇士队承担了失利 基伯特 鲁伊斯 多米尼克 史密斯 和莱恩 托马斯 是国民队中打出本雷打的球员之一 路易斯维尔利用防守保持不败 以13比10击败北卡罗莱纳州 最后时刻踢进关键的三分球 多伦多星报 周五晚上 路易斯维尔红雀队 以13比10击败了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保持不败的五胜零负战绩 红雀队本赛季的强势开局延续 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在进攻端遇到了困难 仅获得了201码的总进攻码数 路易斯维尔红雀队直到第三节才得分 但在第四节 以53码的长距离踢球得分 成功逆袭并确保了胜利 蓝鸟队以11比4击败光芒队 接近晋级季后赛 美联社 多伦多蓝鸟队以11比4击败坦帕弯弯光芒队 离确保季后赛资格更近了一步 亚利航德罗·科克 奥利亨诺·科克 击出拳雷打并贡献三分打点 而博·比谢特·鲍比赛 则有四安打和一个打点 蓝鸟队总共击出16支安打 在13场比赛中取得了第9场胜利 在其他比赛中 迈阿密马铃鱼队以4比3击败匹兹宝海盗队 离季后赛资格更近了一步 波士顿红袜队以3比0击败巴尔德摩金英队 克利夫兰守护者队以7比5击败底特律老虎队 普林斯顿在下雨的长春藤联盟揭幕战中 以10比7击败哥伦比亚 最后10分钟的进攻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美联社 普林斯顿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五晚上的长春藤联盟揭幕战中 以10比7击败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在比赛开始时得分了一个三分球 然后在比赛最后几分钟通过一个触地得分锁定了胜利 两支球队都在第三次进攻时遇到了困难 但在第四次进攻转换上取得了成功 比赛以众多的争球和错失的三分球而闻名 普林斯顿以271码结束比赛 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有179码 蓝鸟队以11比4战胜光芒队 即将锁定季后赛席位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蓝鸟队以11-4的比分击败了坦帕湾光芒队 使他们更接近确保季后赛资格 蓝鸟队在比赛中击出了三个本雷打 并以16-7的击球数领先光芒队 博·比歇特·鲍比赛特取得了四次安打 弗拉迪米尔·格雷罗·胡尤尼尔·Vladimir Guerrero Jr. 贡献了三次安打 这场胜利加强了蓝鸟队对第二个外卡席位的控制 并将他们的魔术数字减少到了西雅图水手队的1 卡布雷拉在最后一个周末比赛中取得了三次安打 但守护者以7比5击败了老虎 多伦多星报 克利夫兰守护者队在星期五晚上以7比5击败底特律老虎队 破坏了米戈尔·卡布雷拉告别周末的首日 卡布雷拉取得了三次安打 包括两次二类安打 并以626次总二类安打打破了汉克·阿伦的记录 他还在3053名观众的起立鼓掌中 打完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三场比赛 守护者队的卡尔·昆特·里尔在第三局用球击中了卡布雷拉 但卡布雷拉只是慢跑到一类 并继续与对方球队的替补席进行正常互动 韩国电子竞技选手在亚洲运动会上获得金牌后获得免除服兵役的资格 澳洲ABC 韩国的电子竞技队赢得了亚洲运动会的比赛 其明星选手李菲克尔向赫因此不必服兵役 根据韩国法律 如果运动员和音乐家在某些比赛中获得了顶级奖项并提升了国家声誉 他们将免除兵役 这项豁免权在韩国引起了争议 但电子竞技队的胜利没有引起意义 该队在决赛中击败了台湾 由于病痛 李无法参赛 电子竞技项目在亚洲运动会上非常受欢迎 吸引了大量观众需要通过抽奖来获得门票 贝尔的两分二垒打在第八局的四分攻势中发挥关键作用 马铃鱼队以4比3击败海盗队接近晋级季后赛的位置 多伦多星报 迈阿密马铃鱼队在第八局发起反击 以4比3击败匹兹保海盗队 并接近确保季后赛资格 乔什 贝尔的两分二垒打是这次四分反攻的关键基球 将马铃鱼队的魔术数字降低到2 以获得国家联盟第三个野卡席位 这场胜利使迈阿密队在一分之差的比赛中的战绩 提高到33胜13负 相比上赛季有了显著的进步 马铃鱼队现在有机会 在完整的162场比赛赛季中 获得他们自2003年以来的首个季后赛资格 贝尔的两分二垒打在第八局的四分攻势中发挥关键作用 马铃鱼队以4比3击败海盗队 接近晋级季后赛的位置 美联社 周五晚上 麦阿密马铃鱼队在第八局的四分攻势后 以4比3击败匹兹保海盗队 这场胜利使马铃鱼队更接近锁定季后赛资格 麦阿密队获得了在第八局对阵匹兹保的柯林 塞尔比什的突破后成功确保了胜利 马铃鱼队获得了锁定国家联盟第三个外卡席位的魔术数字 现在是2 吉鲁瓦在领导参议员以3比1击败喷气机的比赛中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多伦多星报 沃泰华参议员队在周五晚上的季前赛中 以3比1击败了温尼伯喷气机队 克劳德 吉鲁在参议员队表现出色 为球队打进一球 罗比 亚尔文蒂也为沃泰华队进球 而弗拉基米尔 塔拉森科则在空门时机打进一球 例为 梅里拉宁和凯文 曼多莱斯在参议员队的球门上轮流出场 曼多莱斯在面对的19个射门中全部铺出 詹森、哈金斯为喷气机队打进了唯一的进球 但他们未能在第三节的优势进攻中取得进球 参议员队接下来将在马里泰姆地区的季前赛中 与佛罗里达包队和匹兹宝企鹅队交手 布里安娜、斯图尔特得到25分 自由队以92比81击败太阳队 以2比1领先于WNBA半决赛系列赛 多伦多星报 纽约自由队以92比81击败康涅迪格太阳队 在WNBA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中取得2-1的领先 布里安娜、斯图尔特以25分和11个篮板领导自由队 而贝特尼甲、拉安尼得到20分 爱丽莎、托马斯为太阳队贡献了23分和14次助攻 自由队可以在第四场比赛中赢得系列赛 MLB将在亚利桑那秋季联赛中尝试使用18秒投球时钟 美联社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将在本周一开始的亚利桑那秋季联赛中 尝试使用18秒的投球时钟 本赛季MLB引入了15秒的投球时钟 没有跑累者时为20秒 新规则在委员会办公室 农场主任和亚利桑那秋季联赛工作人员之间的电话会议中 得到了详细说明 投球时钟将在暂停后立即重置 而不是在击球手进入击球区之前 裁判还被指示 如果击球手的两只脚都在土地上 就认为他们符合跑累者的跑道规定 守备员还必须为跑累者提供明确的跑道 这个前途无量的秋季联赛将持续到11月11日 皮尾塔头七局 红袜队以3比0击败东部联盟冠军精英队 美联赛 尼克 皮尾塔头了七局零十分 特雷福 斯托里打出了一个两分拳雷打 波士顿红袜队在周五晚上 以3比0击败了巴尔德摩精英队 精英队的先发投手约翰 米恩斯投入了第七局 表现出色 只允许三只安打 四次三阵和零次保送 这是米恩斯自托米 约翰手术后的第四次先发 红袜队和精英队 在过去两场比赛中 交替取得了零封胜利 这与他们之前高得分的比赛 形成了鲜明对比 精英队在比赛前 庆祝了名人堂成员吉姆 帕尔默与球队合作的60周年纪念 由于家庭紧急情况 法国无法为Astros开始比赛 而Kidy将对阵D-backs 多伦多星报 由于意外情况 休斯顿太空人 不得不对他们的投手阵容进行调整 右投手JP France 由于家庭紧急情况 无法在周五对阵 亚利桑那钻石被队的比赛中首发 目前还不清楚 他何时能够回到球队 本赛季 France在球队中表现出色 拥有11胜6负和3.83的防御率 他被右投手Jose Ercredi取代 后者拥有2胜3负和5.84的防御率 此外 右投手Ryan Stanek 因产假离队 太空人队召唤了来自 AAA级别的Sugarland的右投手 Seth Martinez来替补他的位置 R.佐雷从伤病名单中回归 而低迷的小熊队 则寻求在最后一个周末 增强牛棚实力 多伦多星报 阿德伯特 阿尔索莱从伤病名单上回归 为陷入困境的芝加哥小熊队提供了支持 作为球队最出色的救援投手之一 阿尔索莱由于钱币拉伤 自9月9日以来一直未能上场 没有他 小熊队在保护领先优势方面遇到了困难 并且已经失去了季后赛资格 本赛季 阿尔索莱在57场比赛中 拥有2.71的防御率和22次救援成功 查理 布莱克蒙和克罗拉多洛基斯队 同意签订2024年合同 多伦多星报 克罗拉多洛基山队和外野手查理 布莱克蒙已经就2024赛季 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 这笔交易阻止了布莱克蒙成为自由球员 这位37岁的球员 目前正在进行一份 价值1.08亿美元的6年合同的最后一个赛季 布莱克蒙在过去的13个赛季中 一直效力于洛基山队 并且是4次全明星球员 他在周五的比赛中的击球率为283 有8个本雷打和40个打点 洛基山队的总经理比尔 施密特对布莱克蒙继续在球队中 继续职业生涯表示兴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的一些新闻 首先是圣地亚哥教士队 他们以3比2战胜了芝加哥白瓦队 但却无缘季后赛 这支教士队在过去的14场比赛中 赢得了12场 但最终以平局战绩结束了赛季 无法进入季后赛 这让人惋惜 毕竟他们是大联盟中 消费最高的球队之一 但这也再次证明了 在体育比赛中 有时金钱并不能带来胜利 团队的配合和整体实力 才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足球联盟 总决赛的午宴 总理和一些知名人士 出席了这个重要的活动 讨论的焦点是足球 而不是其他话题 这也再次证明了 足球在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以及它在国家体育中的地位 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的比赛中 温尼泊蓝色轰炸机 以31-21逆袭 击败了多伦多阿尔格诺词队 取得了西部分区的领先地位 这场胜利为他们在季后赛中 迈出了重要一步 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政治方面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会的一些 共和党人的叛逆行为 导致政府陷入停摆 这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而不顾党派和国家的利益 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失望 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棒球方面 华盛顿国民队 以10-6击败亚特兰大勇士队 打出了本赛季最高的五个拳雷打 这场胜利 让他们离季后赛更进了一步 为球队和球迷 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在其他体育方面 路易斯维尔红雀队 以13-10击败了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保持不败的战绩 多伦多兰鸟队 以11-4战胜了坦帕弯光芒队 接近晋级季后赛的位置 普林斯顿在长春藤联盟揭幕战中 以10-7击败哥伦比亚 而迈阿密马铃鱼队 以4-3击败了匹兹宝海道队 离季后赛更进了一步 此外 韩国的电子竞技选手 在亚洲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 获得了免除伏兵役的资格 这也再次证明了 电子竞技在亚洲地区的 受欢迎程度和认可度 最后 MLB将在亚利桑那秋季联赛中 尝试使用18秒投球时钟 这是为了提高比赛的速度和流畅性 这项新规则将在本周一开始实施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它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 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